夏天很狂噴 很容易因為體臭造成尷尬 不過不用怕 中醫教你 靠內服跟外用 都可以擊退體臭 體臭其實分先天性和後天性 先天性的人 即是我們熟悉的狐臭 那些人通常頂張線 分泌有異常太多 會令細菌滋生 引發有些狐臭的問題 另外後天性 就是個人衛生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平時吃東西比較 煎炸肥膩 熱氣多的人 都容易令皮胃濕熱 引發一些體臭 不論是前天性 還是後天性的體臭 想改善的話 讓醫師建議 可從外用和內服著手 外洗一下液下的位置 和流汗多的位置 例如背部 頸部 或關節攝鬧位置 都會有幫助 一般來說煎炸肥膩的食物 會比較好些 煎炒煮炸的食物 都會容易油發一些體質 最好多吃蔬菜 小吃肉類 菜筒肉的比例 最好是7比3 咖哩 洋蔥 蒜頭 辣椒等 這些味道濃郁和辛辣的食物 就要少吃了 甜椰也盡量不要吃太多 因為甜椰會令皮膚細胞 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況 不想讓糊臭變嚴重 平常可多穿寬鬆的衣服 保持身體乾爽 汗臭問題也會隨之減輕 再次見!